和西亚书第五章中 神继续责备以色列 而且警告他们 他们如果继续放纵自己 他们的结局会非常的悲惨 经文说 众祭司要听我的话 以色列家要留心听 王家要侧耳而听 审判要临到你们 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 在他泊山如铺张的网 神要惩罚以色列 与犹大的不义 在审判过后 神要等候以色列的回转 我必向以法连如狮子 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 我必撕裂而去 我要夺去无人打救 我要回到原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寻求我面 他们在极难的时候 必切切寻求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